嗨,我是Opera,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介紹一些就是有的沒的,然後我現在把它放上去給你們看,因為我剛剛才把它用完,就是整個我現在前面的一個化妝小檯,才非常的亂,就是登登,Sephora大開箱,登登登登登登,其實也不是Sephora大開箱,就是因為我之前請我朋友在Sephora幫我買東西,然後我朋友沒有買到,所以我就在請我堂哥的女朋友去這一次去幫我買,買到的一些東西回來,結果買回來之後呢,我朋友用了一些東西回來,然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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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朋友用了 然後我說,欸我幫你買到了,我幫你寄到台灣,所以我整個就是有一些東西,我有兩份,非常的開心,一個大失誤的購物行程,沒有錢,然後還失誤購物這樣,但是沒有關係,我們就是,反正這些東西呢,我現在就是全部都已經上在臉上了這樣,所以如果你對這個妝有興趣,你覺得我今天看起來,欸,Bulia水的話,你就可以繼續看下去啦!好,那我們現在就來拆開這一箱,就是看起來很不像Sephora的箱子,但它確實是我堂哥和女朋友去Sephora幫我買的, 謝謝蘇姜!然後呢,我還沒有拆,就是這整個都已經包得好好的這樣,欸,天啊! 不小心看到Sephora的那種條紋布袋,或是這種袋,都會覺得,啊! 天啊,不知道我買了什麼東西,感覺很恐怖,第一個呢,是這一個,我買到了嗎?我忘記我買到這個了耶! 這個是Becca的Ultimate Coverage 24Hour Foundation,為什麼我會買這個是因為, 因為,湯,湯真的是不斷不斷的燒我,然後,因為我自己,我那時候本來要自己在官網上面買的,就不是官網,就是自己在一個美國網站上買,可是,我隔天再去看的時候,它已經完全的缺貨,就只剩幾個顏色是我完全不行用的這樣,哇,好美喔,這個Becca的,我沒有用過Becca的底妝,所以我很期待這一個,然後還有什麼啊,然後還有這一個,喔,這個真的是, 這個NARS的高潮粉呢,是我那個時候被那個,誰,那個,Alice,就是粉紅人漆燒到的,然後,我給你們看一下,這個木盒裡面又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為什麼會有這個呢,就是呢,我糖,呃,我糖哥的女朋友,那時候她去美國的時候,她就問我說,欸,我在Sophara不要幫你買東西,然後我就想說,蛤,一直,就是我朋友之前,就是一直拜託她幫我買,可是她都沒有空,我就想說,算了,那我就,看,就再找幾個,然後請她幫我買一下,然後她真的很快就幫我買回來了,結果,前幾個禮拜,我朋友突然就說,欸,你的那個地址是不是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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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寄我幫你買東西,跟那個生日禮物給你, 我整個傻眼我就說,蛤,我以為你真的沒有空買,因為我為了她大概兩三次,她都沒有買這樣,然後她就說,喔,我就後來去買啦,說沒關係,你到時候就辦一個giveaway,哪來這麼有錢辦giveaway,所以我現在就東西,就大部分都會有兩份這樣,我就覺得很懊惰,但也沒有辦法,然後還有這個呢,這個是我很想要買很久,可是台灣真的太貴,我買不下去了,是Dior Backstage的Eye Palette,跟Dior Backstage的Glow Face Palette,一個是腮紅打亮跟, 修容,然後一個是眼影盤這樣,喔,好開心喔,好,我就是買了這些東西,我想說等一下呢,喔,然後NARS的這個是腮紅亮粉,然後這一個呢,是lip balm,就是有顏色的那種護唇這樣,然後我就想說,OK,那這個重複的東西呢,我就把它收起來,我跟你們說重複的有幾個,這一個,Dior的Face Palette,我也有請我糖哥,那個女朋友幫我買這樣,然後lip balm跟那個腮紅粉也都有,所以就是, 這三個東西呢,到時候我就真心的會變成一個giveaway,所以就是,希望你們趕快幫我衝到一萬訂閱,哈哈,這樣我就可以送你們,所以這三個東西呢,我現在要推到旁邊去,因為我這邊已經有了,所以我今天就想說呢,那既然我都在Sephora買了這些東西,那我就來就是,整臉上一個妝好了,就來一個first impression,然後剛好呢,我媽有給我,蘭蔻的UV Expert Youth Shell,它叫做Tone Milk,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他們之前的,類似素顏霜那種,我媽其實本來是想要買我們之前很喜歡的那個,UV Excel的那個,防曬乳,然後防曬凝霜,但是後來就是,機場的人跟她說就是這一款,可是明明就是不同的東西這樣,所以我就想說,OK,那我等一下就可以來試用看看它, 還有這個,這個也是我請別人幫我在Sephora買的,它的也是NARS的Orgasm系列的,它這個叫Lib Lacquer,應該就是一種亮粉的意思吧,反正就是這個呢,我等一下也會用,我就是會把這些新的東西呢,全部都放在這裡面,然後,等一下就來一起用,我們現在就來一起上個妝好了,好,首先呢,我就要先用這個蘭蔻的,UV Expert Youth Shell的Tona Milk,它擠出來一樣是跟那個防曬一樣,是白色的乳霜,對嘛,而且它的味道, 也一模一樣,就是有一種那種雪芙蘭的那種乳霜的味道,有沒有,但我覺得它應該,喔有有有有,它真的就是,擦起來會有一種泛白的感覺,它是除了那個防曬系數以外呢,它還有一種類似素顏霜的感覺,其實我從來沒有用過任何牌子的素顏霜,因為感覺那種東西就是不太適合我,就是它會讓你覺得有一種粉白粉白的感覺,我現在臉好像就是這樣,就是有點粉白粉白,我把它抹看一下,看會不會比較好,你不覺得我現在真的很像藝劑嗎? 給你們看一下,它擦上去就是有一種,很死白的感覺,我很不喜歡欸,哎呀,真煩 我還用一下那個,定妝噴霧跟我的那個Fenty Beauty的美妝蛋,就是在看它可不可以跟我膚色融合一點,我相信它應該就是過了一段時間以後,它會跟你的膚色再融合一點,可是,我很不喜歡那種防曬,或是素顏霜,或是素顏霜會讓你的臉變成這樣,就是, 有一種泛白的感覺,我很不喜歡,所以這一罐我可能今天用完之後,我就會還給我媽 然後我最近呢,很愛用就是春風的那個濕室衛生紙 就如果你們有看我姐跟郭郭的就是那個部落格的話,你們就知道我們家是春風之女,因為我爸就是在春風工作了40年了吧 所以我們家從來都只用春風,然後這個濕室衛生紙呢,我覺得它非常好的,是因為它就是一種濕紙巾的概念,可是它是可以丟進馬桶的那種,就是,不會就是,感覺就是比較環保一點啦,跟濕紙巾比起來 OK,然後再來呢,我要用的粉底呢,就是BECCA的,我好期待,因為湯用它實測看起來超級無敵,完美以外呢,非常的控油的感覺 我那時候是挑就是,偏黃的,有沒有就是,它擦起來是這樣,有一點點偏黃,可是我不確定它對我會不會有點太白 現在看起來好像疑似有一點點太白,我現在肉眼看會覺得它有一點點的偏黃,但是還不至於到那種沒辦法使用的程度 它不是那種超級好暈開的那種質地,它是需要有一點點力度跟那個海綿,所以我會建議這一款你可能不要用手上 因為你用手上可能會有一點不均勻的感覺,因為我現在光是用這個上,我都會覺得,欸需要費一點點力才能把它推開 我現在上完給你們看,就是我覺得它的遮瑕度算是還蠻OK的,可是它真的比我想像中的難推一點點 然後像它在我手上這邊已經乾掉了,就是都是乾掉的那種,就是它乾蠻快的 所以我是建議大家不要用手上,或是你記得一定要分層的上 就是不要一次像我剛剛一樣全部點在臉上之後,才用粉撲撲開 這樣子你會真的有一點難上妝,會有一點不均的感覺 好,然後因為最近啊,我就想說我之前買了這麼多遮瑕膏還是要用一下 所以我最近呢,之前我很愛人NARS的Radiant Creamy Concealer拿出來用 但因為這兩個顏色啊,我當初買的時候就是有點買錯,不太適合我 所以我就把兩個顏色混合在一起 一個是Ginger,一個是Honey,一個是偏粉,一個是偏黃這樣 然後我就把它兩個混合在一起用 我自己是不會喜歡用就是粉底液遮很多層 我通常粉底液就是淡淡的一層這樣,然後再重點加強 那如果剩下真的就是譬如說像我這個曬斑比較明顯的話啊 我就會用遮瑕膏去遮 但我自己就有時候你知道一階段一階段 我有時候就說欸想喝奶茶,有時候就會想喝紅茶 就像我現在一樣就是有時候想用遮瑕膏,有時候不想用遮瑕膏一樣 然後我最近這個階段就想說欸拿來用一下好了 就是不要讓費客家人的精神 所以我就再把那個遮瑕膏拿出來用 NARS的這個遮瑕膏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推 它雖然是專櫃的,價格會比較高一點 可是跟評價的遮瑕膏真的還是有差 它的遮瑕度非常好以外它也非常的持久 然後它是屬於那種比較濃稠狀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遮的話 建議還是用美妝單或者是刷子 會比較好上手 欸我現在覺得妝容看起來還不錯欸 就是它的遮瑕度跟它的亮澤感都還是在這樣 好那然後我們就先上眼妝好了 眼妝呢我就是要用我這一盤 我買的是001 War Neutrals 就是那種中性色啦 比較不會出錯 因為它另外一個是偏紫粉那種 我就真的完全不會用 這樣這樣,OMG 這是我人生中買過第一盒 DIOR的眼影盒 然後它打開來是這樣 欸怎麼髒掉 這邊呢是打底膏 然後其他的話呢就是眼影 唉唷這這麼漂亮的一個壓花 我就是有點捨不得用 哈哈哈哈 我就先用它的這個打底膏呢 上一下那個眼皮 就它可以當成那個眼部打底 那老實說啦 如果你真的沒有什麼錢講 就是沒有辦法去買NARS 或是Urban Decay 那種眼影打底膏的話 其實用遮瑕膏就可以了 如果你眼皮是那種膚色超不均 就是你可能皮膚非常薄 那個血管那些都會 微血管都會看到的話呢 也可以先用這個打底 就是會讓你的眼皮看起來比較乾淨一點 就等一下比較好上手 好嗎 今天這個眼妝看起來就是 比較不會出錯的那種顏色 所以我就是 隨性一點的畫啦 然後我就想說 隨便來試試看它的顏色的顯色度 先試一下我現在看起來最喜歡 就是中間這種世俗大眾都會愛你的粉金色 它的顯色度沒有我想像中的高 就是很 有一點像是 比較像是日系彩妝的那種顯色度 然後我上一下就是深色的看看 它就是真的是非常淡薄的那種眼妝感 它不是那種像MAC或者是 什麼NARS的那種 就真的是一上上去就會這樣 喔喔喔喔的那種 不是 它就是比較偏自然妝感的這樣 然後啊我昨天不是去那個 世新嗎 就是去世新幫那個 彩顏色 就是他們的那個 美妝社團的美眉們上課 也不是上課 就是分享眉毛 然後我就跟他們分享 歐美眉毛啊 跟那個 平眉眉毛 其實你就是眉頭跟眉峰稍微改變一下 很輕易的就可以打造兩種不同的那個眉毛這樣 然後我後來就是還有幫他們 我其實是有特別留下來啊 就幫他們 所有人就是大概調一下眉型啊 跟畫眉毛這樣 老實說我自己也有點訝異 就是我可以完成就是 這麼多不同人的眉型跟眉毛 然後跟修眉這樣 因為我一直都是那種幫自己畫多餘 幫別人畫的那種人 可是 這次就是真的剛好有這個考驗 然後我就接下來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欸好像做的還算是ok 因為我事後看他們的眉毛 都覺得 欸好像修的算是還蠻ok的 就是自己都覺得 我幫他們改變了之後 剛幫他們畫眉毛以後 整個人真的長得不一樣 尤其是其中裡面有一個女生啊 長得也算是很漂亮 可是他就是眼妝畫得很漂亮 他就是有那種粉色橘色眼妝 但是他的眉毛呢 就是比較像是 就是真的只是用黑色灰色眉筆這樣 就是筆刷這樣刷過而已 然後我就幫他用淺咖啡色的帶過 然後打造一個就是比較 溫柔的眉型啊 我覺得他整個人看起來就差超級多 然後重點是我11點多才到家嘛 然後回去就有看到 紛紛有一些女生就是自拍啊 就說喔終於有眉毛了 好開心什麼之類 然後他們還說就是用我幫他們畫的眉型 就去修眉毛這樣 我就覺得喔很甘心 真開心 不枉費我就是 腰痠了兩個小時 真的超痛 就是一直凹在那邊 因為我最近就是 持續在做瑜伽 所以有時候就是會有不同地方 就是不同的痠痛這樣 然後我最近就是比較在 虐待我的側腹肌這邊 所以就是腰那邊 真的就是感覺要需要比較多的力量 然後那一天就是一直彎下腰幫他們修眉補眉 真的蠻痛的 可是回家看到他們就是 然後他們還有寫小問卷啊 就說我很親切非常喜歡我 然後其中有一個妹妹 居然她平常真的是有在看我的影片 然後她說她看了我本人以後更喜歡我 我就覺得 唉唷不要這樣說啦 真的很可愛耶這樣 但老實說 以後如果真的還有這種活動的話 我也不確定我還會不會想要接 就是當然跟大家 就是大家分享 我是覺得還蠻好玩的這樣 但是就是那個 時間啊 跟那個一切的報酬率那些 我自己其實都還是要列入考量 因為像這一次 我等於是從平鎮到木柵去 然後那個 其實一開始他們也是沒有費用的啊 那後來的那個費用其實就是 那個費用大概就可以cover掉我的高鐵來回這樣 就其實真的非常的遠 而且在木柵 然後我整個人就是 如果你有認真看影片的話 你應該可以看出來我這邊 一開始這邊整個都是紅掉的 因為我背了兩台腳架跟一台燈 然後跟一台相機跟包包裡面有 還有鏡子啊 然後還有 我還有帶很多化妝棉跟卸妝 因為我怕他們沒有帶 然後還有帶一些什麼衛生紙啊 然後棉花棒啊 卸妝的什麼之類的 就全部都有帶去這樣 就怕他們如果沒有準備的話 至少我還有一個可以應急的來用這樣 好我就畫了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那種就是 中間有一點鏡空然後有一點帶橘色 偏偏橘色調的感覺這樣 我覺得啊 這個中間這個顏色是真的還蠻美的 然後我剛剛是用了這個 然後這個呢 顏色用來加強我眼頭跟眼尾 然後 我還有再用這個顏色呢 打亮我的眼頭跟臥蠶這個顏色 然後還有再用一點點這個顏色呢 加強我的眼尾的深邃度這樣 我覺得它的顏色基本上都不會到非常非常的顯色 但是上手度來說還算是OK這樣 嗯 就是如果是 因為我本身是從來沒有買過就是專櫃的 就真的是那種可能Dior或蘭蔻啊什麼 Chanel的那種眼影 第一次買Dior的眼影我覺得表現就是普通這樣 就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好然後我就想說因為它眉毛的部分 這邊有霧面的眼影 然後這一顆顏色看起來蠻適合上我的眉毛的 我就拿一個眉筆來畫我的眉毛好了 好然後我就用這個顏色呢 用這個 右上角這個顏色這個顏色叫做 它就叫做Matte Charcoal 欸Matte Charcoal其實就真的是很適合很多就是眉粉的顏色 然後我現在來用它畫個眉毛 這個眼眉筆啊 這個其實是眼線筆啦 是我在Sephora買的 之前也是拖一個姐姐去美國的時候 隨便幫我抓一組Sephora的刷具 因為我第一個是覺得它的膚色很美 再來就是我覺得它裡面有還蠻多眼部的刷具 是我沒有的所以我就抓了那一組這樣 也很便宜 好像才1000多塊台幣而已 我覺得它這個顏色啊 非常非常的像是平常大家拿來修容的顏色 是比較偏冷灰色的那種 我還蠻喜歡這個顏色的 用來畫眉毛我覺得還OK 然後我10月中應該會跟幾個YouTuber一起做幾個 就是我被邀請我覺得好感人喔 就是他們都是那種很厲害的那種彩妝YouTuber 然後他們邀請我一起弄一個類似萬聖節系列的影片 我就覺得還蠻開心的就是 我還有直接跟他說你們居然有想到我 我覺得很開心這樣 但是我現在就是有點困擾 就是我不知道我到底要化什麼妝 我很怕他們化出來就變得都是超級無敵厲害 然後我一個人在那邊搞笑 我覺得眉毛用它畫還蠻美的 就是它的那個線條算是很OK 然後你再隨便拿一個鬆刷 就大概再把眉頭這邊刷乾淨 然後把它帶下來 其實就OK了耶 如果它真的是可以拿來讓我當眼影跟眉粉後 我就覺得那這一盤就是比較划算一點這樣 不然一開始我真的覺得 這一盤如果啦台幣要個1500的話 我真的會覺得 如果台幣只要800塊我就會覺得OK 好然後再來就是眼部的部分 我們來用這個 Glow Face Palette 喔好美喔 這一盤呢它是有四個顏色 它的亮粉色算是蠻明顯的耶 然後修容色好像也是帶有一點點的亮粉 欸修容幾乎感覺不出來耶 然後白色的話呢就是長這樣 唉唷好誇張喔這要怎麼用 這可能是適合膚色比較白的那種人用 哇塞 好亮喔 OMG 我整個人在反光耶我 哇這反光這反光 這個我可能 我可能會把它拿來當眼影耶 好像比較OK 因為它這個打亮我有點嚇到 然後修容的話呢就是這下面這個顏色 這顏色一看起來就是不太適合我 我來試試看 它修進來可能會有一種讓你覺得 啊我剛剛就是去California 然後整個陽光打在我臉上的感覺 但是我自己本身沒有在追求那個感覺 所以就是我可能就是會用比較少亮 然後在這旁邊 尤其是就是太陽圈那邊稍微打一下 我試試看這個金色 這個金色擦在手上是長這樣 我用Vangos的上下 喔夭死我 太亮了OMG 我現在整個變Disco Bowl了 好好好那這個我先收手一下 我現在改用這個 NARS的那個高潮粉 就是這一個 這個其實我前一陣子的影片也有用 然後我很常把它拿來當眼影 大家都說那個是什麼好美喔這樣 然後想說OK就是這一個 它現在抹在手上就長這樣 直接把它抹在臉上 好這邊是用那個 Origazen的腮紅粉 這邊是用Dior的 我就覺得這一邊會比較自然一點 雖然它的 亮粉也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亮 但是我覺得還蠻自然的 有沒有 就比較自然一點 剛剛我旁邊是用金色嘛 那我現在這邊用白色看看好了 這邊用白色看看 但蠻美的耶 我覺得它的白色打亮會比金色再美一點 白色是真的蠻美的 那我用白色沾一下眉骨好了 打亮一下眉骨 打亮眉骨我是覺得蠻美的 然後還有這個底下也打一下 口紅就有兩支一個是這個NARS的 Orgasm的 After Glow Lip Balm 然後它就是有一點Orgasm的顏色 它長這樣 就有點像護唇膏 所以我剛剛是完全沒有用護唇膏就直接上 它有一種淡淡的顏色 我覺得滋潤度算是中上 以有顏色的來說滋潤度算是中上 完全沒有 沒有其他的香精味什麼之類的 然後呢 還有一個這個 這個是那個 什麼Liquor的 它就是有一種 很黏的那種亮粉的感覺 我想說可以上上看在我的嘴唇上 它不會有那種超級無敵黏膩的感覺 可是確實就是像一般唇蜜那樣黏黏的 但是感覺比一般的黏 還要黏性再高一點 好那現在整個臉妝都已經完成了 我今天就是 我今天就是真的覺得這個眼影盤啊 就是 因為它本身包裝也沒有到太高級 然後 因為其實很多人抨擊過它的包裝 我一開始以為是非常非常塑膠感 但其實我真的拿到以後 沒有覺得太塑膠感 但反而是覺得有一種簡約的感覺 所以如果它真的是賣大概950 或是850的話我是完全可以接受 但如果我賣到1300、1400 我就會覺得 OK大家 stop好不好 我們省點錢 然後這一盤呢 因為我買的顏色是001 Universal 我覺得啊它完全就是一個 你乾脆就把它拿來當眼影 因為 這兩個顏色拿來打亮是非常OK的 你們看這打亮顏色是非常OK 可是這個腮紅的顏色我本身就覺得 它的亮粉的程度太高 就是 我上上去我會覺得 我就是一個disco bow 我出不了門好不好 然後一般呢我會用的修容都像 Kamakua那種整個完全霧面 然後偏冷灰色的 它的修飾效果呢才會真的是正確的 就它才是真的有修容的效果 那這個顏色它完全就真的是bronzer 就是真的是幫你打亮你的 顴骨這中下方 讓你看起來有一種 我就是安傑莉娜球莉的那種 很明確的顴骨的感覺這樣 所以不要把它當成修容 它就是一個bronzer好不好 然後這個NARS高潮粉 我本身是真的非常非常推薦 因為我覺得它上在眼影上面 實在是太漂亮了 我直接擦給你們看 我覺得它就是 它的顏色就是長這樣 就是 有一種粉金色的感覺 我覺得它除了包裝不OK以外呢 它拿來上眼影也會 就是好過於腮紅粉 因為我覺得腮紅粉 它的下手力道一定要控制好 沒有控制好你很容易就 就整個就是 暈不開來的感覺 就是會覺得 你如果聚光燈一打在臉上 你會覺得你這邊有一塊 就是塗不開來的感覺這樣 然後這個呢 我就覺得就是一個 非常非常可有可無的東西 然後它是Orgasm的顏色 這個對我來說 就是一個可有可無 就是如果你們要也可以pass這樣 然後這個蘭蔻的Tona Milk 你們剛好看到我上妝的妝感 就是它整個會讓你整個人 非常的偏粉白 那如果你本身是追求那個妝感 你本身不喜歡粉底液的那種自然妝感的話 你當然可以試試看 因為它SPF有50PA++++ 所以就是對於一般日常女生來說 非常非常夠用 但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選擇蘭蔻一般的那個防曬乳 我覺得那個防曬係數高以外呢 它擦起來非常的水潤 也不會跟我的那個底妝打架 我就會比較選擇它 這個由於跟粉白妝感的話 我就會pass這樣 所以我今天呢 就算是一個比較失敗的一個購物行程 因為大部分我都覺得可以pass 就這一個啦 這款湯推膠的粉底液呢 我之後還是會再做實測 我自己目前上上來是覺得遮瑕度還ok 然後塗上去的話是比較需要一些力道才能把它暈開的 它不是那種很好上妝的粉底液 但是呢我覺得它目前給我上上臉上的妝感我覺得是漂亮的 它是有光澤感但是又有遮瑕度這樣 所以我很期待我之後用這個實測 反正就是我之後會用這個實測啊 你們再自己去看一下這樣 還叫你們自己去看 然後我現在相機就是已經即將要美墊了 所以我就是要趕快做一個ending 為什麼我今天沒有帶小飛箱 是因為小飛箱拿去洗了 就是包含你們跟我說用洗 用洗碗巾啊 用蘇打粉什麼那些我都會去試 然後目前我是用到洗碗巾的這個撇包 就不知道這個撇包到底可不可以幫我清得很乾淨 因為我前幾天使的時候它還有一滴一滴這樣 所以我現在就是持續在測驗 希望我到時候就可以給你們一個完簡如新的小飛箱 好不好 好啦如果喜歡我 或是你想要獲得我那些多買的東西的話 就是趕快幫我推薦給那個醋鼻GAP 讓我趕快破到一萬訂閱我就可以把它送給你們 好啦那如果喜歡我的話可以去Facebook 跟Instagram的翻圍Fallpart找我來 然後我現在要去補我的睫毛跟眼線了 掰